大家好 嗨,我們是決戰Cross Over的 最燃 這次是找數節目 找了什麼數呢 七月的時候,我們都在決戰節目中 跟大家說說說書展 說說書的問題 書的問題,閱讀,風氣等等 那一陣子真的有很多風頭火勢 正在忙其他事情 其實香港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忙 獲金,獲金,獲金 說說說,已經時間夠了 書展就完了 現在又不更新 不過,既然書展不說 我們繼續說說書店 都是我們三個一起還 這筆帳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不要緊 所以就分享一下外國看書店的心情 最近去東京,有沒有跨過書店 你不會覺得我懂日文 我會去東京的書店買 看漫畫也可以 我從來沒有漫畫人 日本的書店有很多東西賣 不只是賣書 看看它的風格、氣氛 眼鏡都可以賣 我昨天去了時陸廣場 回到香港 我的人還沒有在 我的靈魂還沒有在 Patreon嗎 Patreon沒有了很久 由於這個 Timescred 9樓 Patreon沒有了之後 那一層只剩下一個 很灰的 整層 原本的Starbucks是配套你的書店 沒錯 然後沒有書店之後 我又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 你說是Patreon做不到生意 交不到數 還是又是業主 這一個 不夠地方被人去 Pack行李 所以其實Starbucks 現在很多行李箱都放在那裡 大家會去Pack行李 不是買完輸去Pack的 當然不是輸 在某些世界裡面 輸是不值錢的 你明白 或者是拿不到回去 拿回來也沒有用 以前Patreon是很好走的 但是沒有了Patreon之後 那一層就形同虛設 不太理會 那一層沒有什麼人去 沒有人流 其實我就不知道 你在一個商場管理的角度 你是不是每次都要殺雞取倫呢 即是你有一些店舖 譬如我們說回銅鑼灣另一個商場 欺慎 它便宜租的 據聞 這麼便宜這麼便宜 就租了給成品 三層 另外一個旗艦的巴幣 他知道會是一個潮聖地 就是一個Apple Store 擺在地面 沒錯 那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地面Traffic 其實地面那個 就不是帶旺到他的商場 但是他的成品 是一個能夠旺到的商場 現在的商場 其實那些設計都已經很災難了 災難在什麼呢 尖沙咀的什麼K11 每一層都很細小 然後我們不斷搭升降機 搭升降機 上升降機 我不會上升到那麼上面 還有腳力 還有一個心情 這個不是一個理想的逛街模式 不是一種消閒的模式 總之不是享受 是趕喉趕命入貨的模式 這個是香港的模式 真的不是的 你想想一下 以前我們行書店 都不是這樣的感覺 古老少少 不好意思 真是老少 記不記得有一間很悠閒的 雖然你不喜歡他的背景 那時候是尖沙咀的星光行 都擺過的 雙帽 你真的可以坐著打書釘對著海景 另外還有就是一些舊的書店 記不記得以前 灣仔 那些老街坊 你真的可以隨便打書釘 坐地下給你 還有一些書店是以貓為出名的 還有 還有 序義也還在 店長也還在 灣仔那間清文也很久了 可惜他就跪了 所以其實香港以前的礦書店的文化 一直都有在 你說怎樣窮風流的快活都好 就算是樓上店 你都不覺得是趕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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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環境 而且間間也有他不同的特色 是的 是不同的特色 現在 是跟店主的風格 有時候 你不只是書店 你所有的店舖 現在都越來越少了 剛才阿養你所說的個人風格 因為那個企業文化 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 即是美國的東西 企業文化 什麼都很corporate standardize 去到哪間間麥當勞都是這樣的 他有很少個地區的 adaptation 譬如印度的麥當勞 他會有些咖喱食物 然後 有很多素菜 是的 大陸會有飯 但是 起碼你會知道 他的地區的字體 全部的東西 是很標準的 你說香港是否學得很足 是真的 學得很足 也不只是學得很差 才是真的 因為雷王上次也說過 其實去東京也有好心體驗 甚至台灣也有好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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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白年老店 很古老 老闆 業主不會趕你走 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才有空間 或個人風格 因為你真的在文化衍生出來的風格 反過來香港永遠是趕市集 趕市集有什麼風格好說 沒有的 所以就算不是大企業限制你 要一些標準格式的樣子 但其實你已經是會標準格式的樣子 自己去做 因為你是配合市場 那些人在那裡拖著行李箱 到處去入貨 那你就要配合他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給他一個撿行李箱 就是拍行李箱 連書展都好像掃貨場 那些人真的拖行李箱去買書 但拖行李箱也是很不同的文化現象 就算你拖著行李箱 都要看你掃什麼貨 可能有一次過有很多貨 先過幾年 不是舊的 先過幾年是女王去掃 掃攀任書也有 有些冷門的那些 倉底貨 你平時不見的那些 是很集中地會在那裡出現的 在那個情況下 你都專門的書 沒有所謂 你都要拖著行李箱進去 即使你拖著行李箱 都很不同的 起碼女王從來不會拖著行李箱 把腳踢爆了 因為他不是趕進貨 他整晚很悠閒 看他那些文化書 烹飪書 藝術書 那些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如果讀者決定了 你的市場是什麼樣子 有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香港現在可惜 為什麼加科 是否我們的讀者 那些行李箱會跌得這麼低 那不只 你坐地鐵 又是 我在香港有少坐地鐵 因為住銅鑼灣 太方便 那我為人又懶 什麼都在銅鑼灣搞定就搞定 真的幸福 不要叫我坐車 最多是坐飛機 真的幸福 算是好 不過坐飛機過週末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影響是什麼 就是如果那個租 是說租約是三年 而三年之後 業主是沒有給一個 書記錄文 白字黑字寫得明 他的家福只會在百分之幾多以內 你是不會夠膽 將這件事情 變成很有你的個人特色 是的 這個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都沒有 不只是以言入罪 就來以思想入罪 不是這些事情 我們覺得現在言論自由空間 不是這樣 而是為什麼日本 韓國 台灣 真的比你香港 又創意得多 不是人種的問題 是空間 環境 制度的問題 都是跟人有關 不過不是讀書人的問題 是地產霸權有問題 這個你剛剛說完 有特色 地主有問題 這個真是很可惜 其實九七之後 香港都有一些 經營書店的文化人 是擺很多心機 去殺條血路 例如紅葉書店 很出名 他開了四間分店 很受歡迎 有椅子讓你坐 有些特色的卡座 等等 好像還有野人 開了四間分店 參考日本 台灣 香港本身的 讀文化 書店 經營模式 結果全線結業 在2005年的時候 熬了幾年 其實他有讀者 有市場 做到生意 但最終為什麼搞成這樣 就是因為租金頂不住 因為業主不是股東 不是業主不是股東 那麼簡單 反過來 業主不會欣賞你 他只是對著數 女王的教育 是數著的人 去進行 所以在這樣的文化下 你不可能會 投資到個人風格 而且他們 業主 不能等於三年嗎 人們都變得很快 如果這樣也叫做個人風格 如果業主都選擇一些可以賺得多些錢的生意 去租給那些人 如果輸 他覺得賺得不夠多 也不只是算盡了什麼加科 所以你捱得過03 捱不到05 是有原因的 因為03的時候 其實市道差 上次我們踢爆了地產 要怎麼定價 其實基本上 再跌七成都不會死 基本上 就是尋租遊戲 因為03年沙士的市況不好 業主免得那場 真的減租 什麼都好 總之在那裡 不要走 保持人流 保持牆旺 其實業主都說 你捱也好 希望牆不會刺激 那他們過了03之後 04的市已經好很多了 那他們就馬上來計算 要一局賺回 是賺回 不是說 你當時幫我撐著牆 我多謝你 會有感恩之心 大家共渡難關 他不會想這件事 反過來他會過喬州抽白 即是說 你幫他撐了牆 撐了兩年 多謝你 麻煩你 就算你是想逐足 想加租 不要說他不能捱到租金 其實業主是不會給你逐租的 想清楚這件事 跟領展是一模一樣的 你肯給市值租金 業主也未必會讓你坐下 所以他1997到03年那段時間 真的創意的空間是多了 我看到 只是在書店那裡 你已經看得到 所以為何上一次 上一次 上一次 揭穿地產中環 地產霸權 所謂地產定價 之後 你怎麼相差 這回事 大家真的用金魚有限的記憶 寄回時間 你所謂文化大爆炸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租金最低 所以我說租金一低 就是換盤皆換 為什麼你可以爆炸 就是因為你有空間 空間 你的空間是怎樣引伸的 就是說 我就算那盤生意 我不用賺到很盡 我都可以生存到 我都可以交到租 給到staff和養家活兒 那你就不是限制 只有幾個工種 你就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各戰所長 在前提下才可以 但是業主 我覺得 很有趣的生物 業主是最貪婪的生物 尤其是香港 制度令他可以貪婪 而且很變態地 是制度鼓勵貪婪的人 做業主 就算業主本身不貪婪 才算 最後場合會給貪婪的業主 你不貪婪的話 反而你捱不下去 很過癮的業主也很慘 深刻 所以良心業主 後來分了身家給小孩 小孩就不理會 然後很快就會轉變 給一些很貪婪的業主 重建也好 所以變成其中一個 空間滅絕 我叫做系統性的 系統性是甚麼家科 就是說 商場主義 我寫了一篇文 但我沒有記錯 我本書有關 商場主義是什麼 就是將所有公共空間 都自由化 所以你以前看到街邊檔 樓上舖 後巷 那些 反而那些地方創意是好很多的 我小時候還看到街邊擺地攤的書 租書也有 借書也有 古靈精華的書也好 全灣我記得 只有雙命的書都擺滿了半面牆 以前廟街都很多這些書 現在都不見 原因是洗完太平地 廟街有些二手書當 摊到一地都是斷根青的 好過死過癮的 所以說回商場主義 這個變態是甚麼家科 就是說 有一些根本沒有文化的有錢人 就認為你做商場是最美的 這就是文化 那個姓董 連廟街都是洗太平地 那個概念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些人覺得公共空間 是不受控制的 一聲說不受控制 是好過最害怕的 即是城管 沒錯 又你髒 又你人多 又你阻擋 衛生 有很多罪名給你 總之就是不想見到公共空間 於是不是搞領匯 領展等等 全部私有化 私有化之後 所有公共空間都變成商業營運 理論上來說 要賺最多錢的業主 不好意思 那你開店那人怎麼辦 那些人怎麼辦 打外公 是滅絕 不是打外公那麼簡單 是他選擇誰人有權生存 說起書店滅絕 就不可以不說 七十年代起家的那間清文書屋 那位盧志華先生 很有代表性 那天真是 凝聚了一個文化 一堆文化人 在上面 簡直是一個icon 在書店和文化街 小綠洲 我小時候也有去過度假 打過書店 在灣仔 七十年代 其實你說生活中間府 大了打工仔 結果怎樣 2008年 年28的時候 洗辣塔 他就撿了 撿了那麼久 把書儲存在倉上 那時候已經撿了 因為撿不住 但是他不寫的書 當然是不寫的 是真正文化人 讓一些有心人去收購 去整理書 年下八死骯髒的時候 自己親力親懷 又是親力親懷 他又不寫的書 被書摘死 一個文化人被書摘死 到後來 發臭 過完新年 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過完新年 過完新年 那些人長瘡 為什麼有股臭味 原來有一個文化人 被他自己的書摘死了 這個話就說 黑色幽默仔 記不記得有一篇文章 前宗書都寫過 就是在生前做什麼 就會用什麼去死 正確那個文化人 那個情節是一樣 就是被自己的書摘死 你說求人得人又得 你說香港這些制度 真的害死一個文化人 不是牡丹花下死 是自己的書下死 你做哪一篇 所以讀書 就被書摘死 據說他有些朋友說 他是生前 已經連電話費 手機電話都交不起 所以為什麼找不到他 手機 手機沒有交錢 你說可悲 好事 很慘 這是那個警方 寫實的就是這樣的警方 你有心搞文化 你有心搞書店 有心搞文化六周出來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是那個大環境迫死你 所以變成香港人的消費者 有沒有責任 你很難要他們負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相對來說 消費者是散修修的 他沒有辦法 用消費行為 改變市場 這個很過癮 如果你說有什麼樣的市場 就有什麼樣的市場 服務供應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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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是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有權用你手上的錢去做選擇 如果我喜歡休閒的 我去休閒的地方 市場照計給我們休閒的地方消費 但你發覺如果你用商場主義的概念套下去 所有公共空間都一定是私人營運 才是最大效益 你會發覺消費者是沒有選擇的 你想找一個消閒的地方是沒有的 不好意思 他有選擇 但他的選擇是什麼 就是A式消閒和B式消閒 這個就是大業主他去營造他認為的消閒 而你是常餐的A餐和B餐 而不是消費主導 並不是我想在溫哥華看到那種書店 是落地玻璃 有梳化 有你坐 溫哥華還想怎樣 我買飯國飯就想死了 我去到溫哥華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書店 那種嘩嘩的聲音 驚為天人 那張梳化 還要不是販賣的梳化 坐下去會套進去的那些 是很厚的很舒服 然後你看到睡著了 到底他也不趕你 這是其中一種 我說歐洲的書店文化是什麼意思 你真是想學 你都沒得學 因為他的書店 就是其中一個很小的角落 很小的角落 但那個書店 就是其中一個單元 書店文化是什麼 那些書店 外面還有公共空間 那個才好玩 你有窮的又有 有錢的又有 有錢的又有一間很厲害的 五星級酒店 在旁邊讓你喝咸茶 旁邊可能是一個 後欄 一間嘴巴的咖啡店 站在那裡喝咖啡的那一間 問題是 那些文化人 兩頭都會去的 有錢人會搞沙龍 有研討會 樓上 伊香殯影那一間 有錢人自己主動脫妓 那些文化人跟他溝通 因為法國人 真的 要他怎樣大鼻 有一件事 他真的受不了你 新發財他絕對受不了你 有錢人 而你說他沒有文化的話 他會有權要求跟你拿槍決鬥 他的文化是這樣的 你喝奶茶給阿呂喝 阿呂很喜歡喝奶茶 那是有文化的 所以別人的消費文化 是有很大的文化 營造出來的 有錢而被人說 你沒有文化是一個極大的侮辱 因此他們就算是自己有錢 在租一個地方開沙龍 都會邀請文化人的交流 那反過來文化人 自己沒有錢 如何呢 街邊當咖啡店 坐下來 看完書 打完書釘 可能是不一定買書 打完書釘 最新有什麼概念 就是大家在那裡討論 有很多很露震蕩的東西 都是在那裡出來的 所以書店本身是一個單元 你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不顯眼 你都叫大書店 它大的意思是 它的概念大 它影響到大 它引伸出來都是附近的文化區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搞什麼商場 他踢你走 就坐在那裡 根本文化人不會接受 這件事 全是公共空間 商場觀念 除了是地產商索造之外 香港的那種中產意識 亦都甘於被索造 它本身又沒有文化 他們又覺得自己很高學歷 自小就只是小孩子 那些孩子都做了十八般武藝 學了很多證書 但是看到有人擺地攤去投訴 不得企理 入商場才乾淨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這些就是沒有文化 我舉一個例子 不只是針對香港人 是兩個例子 就是我今次去東京 我是去上野公園 裡面整個博物館是群 群來的 不是單一的 不是兩個小時就走光了 是多到不幸 幾次了 我正在排足地市場 上一陣子已經被人挖叉 說這件事的時候 不要緊 排隊前前後後 四個半小時才會變朋友 四個小時才會聊天 想怎樣 大家發現原來是講廣東話 聊聊一下 這些照片才會排這麼久 然後就問 這次你留多少天啊 你會去哪裡啊 然後前面有個女人就不斷地很露騷 就說 總之等四個半小時 我不等了 然後那個老公就說 我早就說不等了 是你也等了 老公就拆爆他 然後她說 剛才我夾婆出來 她應該告訴我 要四個半小時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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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的 你明白 你看見前面幾百人 你都猜到不會是快的 對嗎 即是她沒有了解過 那個地方才會排隊 這就是問題 不是 她還要整個四個半過程 就不斷地聽到她說 早知道這麼久都不要緊 然後她就問我 她就說 你來了多久 然後我就說 我來了不知多少天 我昨天去了上野公園 很棒 然後她說有什麼購買 買 然後我就說沒有什麼購買 我是博物館 她就說 不像 你始終要購物 很像 對 她說 我另外有個客人 騙到客人又淚黃 我另外有些客人也是 你去東京去買什麼 然後我就說 不是 我去看博物館 然後她說不像 又是這個反應 都不要緊 好了 好了 就是想說什麼 就是兩個人的反應 一個是我一個香港朋友 另外一個是一個台灣的 我吃烏冬的時候 隔壁是台灣人 我又是極力推薦這個上野公園 又不斷地推薦 然後我香港人的朋友 她就說 我看古董 另外台灣人那個 我們那時候是在谷千根的地方 即食烏冬那裡 就是很近上野公園 她就說她會帶子女 因為他們是一班人 有幾個小朋友 就帶他們去東京大學 哦 好啊 這樣 她就反而覺得博物館不重要 是的 我說我另一個香港的朋友 希望她不要聽我的節目 因為待會他生氣了 我怎麼辦 就是她就說 她也是有小朋友 我就說你下次來 你帶兒子去看 很多東西看 她說看什麼 我拍了給她看 古希臘的文物 名字的什麼 還有一個平安時期 一個很大的佛像 平時都可以鎖起來 然後她就說 我看古董 其實古董就不是一個很合適的字眼 她又沒有標價古董 可以用這個 古文物是不是 是的 文物是文物是古董 有幾樣東西去說 第一就是 荷里活道是古董 是不是 而每一件古董 背後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是 那 好了 你說 所有在荷里活道的古董 都是蘇富比 或者是Christies 拍賣的那種 又不是 因為不同等級 又或者說 在荷里活道 持有的人 她不認為她想推去 蘇富比 或是Christies 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可以說是Christies 或是蘇富比 她要求高一點 她要求正一點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Christies 蘇富比 或者是荷里活道 是不是等於博物館 又不同 更加不是 更加不是 因為 荷里活道那些 譬如舉例 它是符合某種主題 譬如名稱家師 這個都說得虛了少少 最實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賣魚不賣的分別 明白嗎 你說得古董 你有標價的古董 為什麼會講假 我會跟你講假 不會的 不是那種 如果你用一個構物的心態去看 古老的貨物等於古董 就這樣理解 所以這些心態 什麼家科 用生物學 就比較容易理解 人是不會那麼直接的 貓、狗、直接很多 問兩件事 其實判斷很簡單 可以吃 還有不能吃 不能吃 不能吃就決定玩 或者是 吃鬼了 或者玩一下就能吃 心靜力 所以你只不過是用這個層 你那人 我很懂 那種狗有什麼分別 這件事很可惜 我為了不想沒有朋友 我就沒有繼續搏下去 你明白嗎 如果遇上我 就死定了 所以我會跟你做到朋友 我會第一個反應就是 嘩 我不跟他聊天 嘩 我問你那個人好不好 因為你博物館裡面看的東西 它就是 它未必是它的價值很高 不是商業價值 它是有價值 它是一個文化價值 它不是金錢價值高 不是那種 譬如我去看那個希臘文物 古文物那裡 它有些說是史前 你猜希臘也有史前 它有些 褪魂拜雅 小顆磚頭仔 或者那些圖瓷片 花瓶那些 你何你活到也看不到 更加不會是Christies去拍賣 你說以前的摩洛哥王妃 大過的皇冠 或者某個手握 就會是Christies看到 但是 你博物館未必是看最美的 最金錢價值高的東西 但是它一定是有代表性 它代表某個時期 某段文化 某段歷史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價值 是的 那你說不是 你看那個古希臘文物由最長 看到後期的 這個 阿歷山大大帝 阿歷山大大帝 他打打打 看到很多東西很漂亮 然後已經有一些被人切了桌 斷了一隻手臂的石像 散修修 散修修 那你就看到後期的那些 它不是有羅馬影響的東西 其實你想想 你和小朋友最好的教育 就是博物館 所以先說回來 我們在說書的時候 很跳的 是有相關的一件事 等於法國其中一個很大的感受 是甚麼家科 他們的小朋友 不是在課室上課 經常性就是老師 帶著小朋友去博物館上課 真的坐在歷史文物前 是在前面講歷史的 明白嗎 所以那些背書完全沒有 那些小朋友 其實又不是很吵 很專心 因為他們懂得感受這件事 就像呂皇所說 某一件很重大的歷史事件 發生了 其實他們是跟隨歷史的時間 次序主軸來擺在陳設品 是整個故事 你要明白它不只是擺一件東西 而它的擺設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小朋友在那裡上課的時候 然後坐在歷史裏面理解歷史 明白嗎 你在說波斯戰爭的時候 發生了甚麼事 那些戰車是這樣的樣子 那些人穿著這樣的衣服 那時候的地圖是這樣的 那時候的地圖分佈是這樣的 香港就糟糕了 香港沒有這些事情 那些是坐在考試那張操練 背書而已 背書也好 他是操練考試技巧 是沒有感受的 你明白嗎 結果我自己發覺 他們很多 想到 一只要離開學校 他們不喜歡看書 證明他離開了 不需要再考琴 我就直接不彈琴 即使我八級鋼琴 甚麼都好 你那種教育方法和催逼方法 是令到小朋友 討厭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質素 講諸事教出來的 英文有個說法 就是result oriented 就是目標導向 他達到他的目標就是考試 目標如果是考試 你是目標還是手段 他讀書是個手段 為了他的目標考試高分 我自然達到目標之後 我的手段已經到了比岸 我中了一隻船 所以這件事是整個過程裏 你不斷地握殺 正如我說 我吃烏冬的時候 我又跟旁邊的伴侶說 不止伴侶 其實他們有幾坨人 幾個小朋友 我就說 你們待會有時間去看看 那裡很好看 他們就說他們會去看東英大學 東英大學值不值得去 當然值得去 最高的學府 有這麼多年歷史 他代表了日本的維新的決心 當時叫帝國大學 帝國大學 真是教育帝國人才 他整個文化 整個名字維新 很重要的一條主線 就是說他要追上現代社會 所以他肯定是教育入手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便可以 但你說是否真的在這個角度 還是很虛榮地讓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東京日本最出名的大學 你看一下 突然那個角度看不到東西 全球排在四十多 那些舊的紅村屋 朱宇小姐 沒有什麼 你將來要來這裡讀書 其實你問我 如果我是媽媽 我會選擇博物館 超過東京大學的 或者你兩個不衝突 你就兩個一起去 但是很多父母現在覺得 博物館沒有什麼好看 其實我都說 你不是古董 他是每一件事裡面很多故事 而這些故事就是會令到你的小朋友有興趣 對他讀的東西產生興趣 那是啟發的 他不是想他產生興趣 他不是想他產生興趣 如果你認識了 但是我取不到分 有個教琴的 他向所有的記者反映 他說他是曾經 很有心思教 但是給一些父母投訴 為什麼呢 他教的那首歌 不是考試 不是英國王家音樂 去香港考試的那首歌 所以他投訴你 說你教得不好 那你就糟了 你純粹要求他 懂得彈那首歌 拿分 就不是令你對音樂產生興趣 那就糟了 你不懂得欣賞音樂 所以變成港珠是教出來的 沒有跟著的 剛才你宵公說 為什麼商場 商場文化是香港的高學歷中產 他們是教出來的港珠 有學歷但沒有文化 有學歷沒有文化 很簡單 有學術銜頭沒有文化 我會覺得好笑 有沒有學歷都成問題 即是你說你要有Motivation OK 即是Motivation做什麼 激勵 Motivation 動機 有個動機 有個鼓勵你 令到你動力向前 沒錯 是好的 但動力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動力放得太近的話 對消費 就變成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 就是你現在去找補習天王 你現在日日補習補道 就是為了考高分 你一個人擺得太近了 他一考完所有的事 就完 因為整件事他會很清楚 令到他很痛苦 因為他自己親身感受 你不能騙他 他日日不斷地做TSA 做試卷做試卷 操練操練操練 他不會對你的貨物 你的課題 你的毒物裡面的內容有興趣 因為他知道 剛才所說的 這是手段 我要達到目標是什麼 而這個目標 如果你說 反過來 有些人他的目標 是為了虛榮 我認識了一些人 很多人 很多人 他很窮 他小時候很窮 但是他開始賺到錢 他就說 我要去學古典音樂 因為我要學紅酒 沒有說不行 沒有說不行 因為他覺得這樣 享受生活可以 他不是為了這件事 他是想出去 讓人覺得 他不是出身噴汗 他是有文化 懂事 所以他會看很多書 他會去讀古典音樂 學喝酒 沒有問題 因為他這個 架構背後 其實他想掩飾他的自卑 這個自卑由於 陪伴他中生 所以他這個 他的努力 他的努力 自我完善 就是持續 比佈法庫購買 LV 那些更大 兩下 為什麼已經算好呢 第一 至少這條路 都不是邪路 你學紅酒也好 你學音樂也好 萬一他真的受到啟發 將來變成一個有文化的人 沒有說的 你學完紅酒之後 懂得欣賞別人的飲食文化 懂得欣賞別人的生活文化 然後你真的去那裡 去就地理解 這個 沒所謂 我們以前的中文人 很難聽的話 發財立品 不是發財立品 有機會 你做了偽君子 還有機會變成真君子 如果偽君子都不做你 很麻煩 所以 起碼都是正路 如果他真的 心是這裏 心敲昇華 都可以的 他有這個想提示 最怕就是 他依然維持著這個心態 只是為了門面 怎樣到即止 就是功利主義 沒有說過超越這件事 一樣死 你說功利主義 在我們書店 我自己去書店看 那些小孩子很多是苦口苦面 進去 苦口苦面 選教科書 不是 是補充練習才有名 教科書很少 因為你買那本就回學校 買不准的 是你媽媽的媽媽 拿著兒子回去 你去做這本 你去做這本 然後兒子在教育中聽說 不要啦 那是媽媽的媽媽 然後一大堆 慘到 又練習又補充 如果我是小孩子 我只要擺脫到媽媽 我大過了 擺脫過媽媽 我一定永遠不進書店 是我一個童年的痛苦回憶 最慘的是 現在很多小孩子 都有這個集體的痛苦回憶 我進去就是 帶他去看那個 武衷練習那欄 不用說這麼遠 我們只是說我們的局長 吳局長 他每天看一本書 一程的長途經常看十幾本書 你看他寫的那封信 你你你你各下 然後恭喜你獲選功能組別的教育議員 你看他就是讀書讀到這樣 這些絕對是做一個很壞的說話 你作為一個教育局局長 你不可以這樣做這些事情 你不要當小孩子傻的 你找我這個 找到他這樣的人做教育局長 已經沒有遞句了 不要緊 你找我這個大學都沒有畢業的人 去挑去機 我真的想問他 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 兜後兜面 我真的想問他 其實你知不知道 各下為什麼 叫他解解 你解一解 各下和電下 不如這些分別 我們常常用各下各下 其實各下是為什麼 我想很多人真的說不出 包括吳德電局長 一定說不出 我不知道聽眾知不知道 給十幾二秒說一說 就是古代 中西文化都有這件事 如果那個人 他的地位是高過你 第一 你不能夠先開口跟他說話 譬如在以前的法國的貴族之間 英國的皇室貴族之間 日本也是這樣 中國也是這樣 他不開口跟你說話 你是不能夠遇鬼 去跟他說你先 他要先開口 第一 第二 你正面看他 是極度不敬的 譬如今次小公子是我長輩 或者他是貴族 我不能夠這樣看他 我只能夠看下面 我看前面的空間 直到他跟我說話 我才能夠抬頭 這個西方 如果在東方時會更誇張 什麼叫備籍 什麼叫閣下 就是我不敢正面看你 因為你太尊貴 我只能夠看你住的樓宇 你家裡的角的下面 不是上面的角 是你家裡的下面 街梯下面 因為你太尊貴了 大哥 你不能碰局長 你不要這樣 你你你 然後突然間閣下 你從頭到尾閣下 你從頭到尾閣下 就行了 如果你要覺得你身份尊貴 因為你是局長 那你不會閣下他 這些 啞文雀字都算了 你不能隨便 把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他都不是公民組別 梁耀忠 無緣無故就教了公民組別 你是極端不認真 如果考試出現這些答案 立刻就零分 你怎麼做局長 你一天看三十本書 你會看什麼書 負責教育的水平 你認為教育制度會是什麼樣子 就試想 現在大家看到 最嚴重的是 當這個世界出事的時候 你就要自救 問題是父母有沒有能力救子女 父母的教育水平 他們可能 媽媽是會計師 爸爸是醫生 但像你所說 高智低能 高學力沒有文化 都是不懂得教的 那些小朋友 很過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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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明白 那些廣豬 還會樂此不疲 都說 你所謂自救的事情 是否真的要這樣救的法 是否要逼他去學 人有外有的事情 我發現 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 難聽一點 因為有文化的父母 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有文化的國家 他會禁止過早開發小孩子的智力 德國那些都是 去玩 不准給那麼多功課 甚至有靈魂功課 就算看日本教育的指標也是 幼稚園的時候 我只是學合群 學禮貌 學做直日生去抹地 最近在Facebook 傳了一個幼稚園功課 骨頭用英文字 內科醫生 解剖字 字典 做什麼 連骷髏頭骨 裡面哪一塊骨 叫什麼名字都要 不同的關節 對不起 我幼稚園學歷也沒有 這條叫Femur Femur 我們俗稱叫Ball Socket 因為它是這樣的 但膝蓋又是怎樣 不同的關節 我心想扑你的街 我讀瑜伽就讀過 但我完全一滴都不記得 我告訴你 學人去做什麼 這些幼稚園 我不是跟小朋友一樣 我只是為了考試 我只是為了拿牌 不記得 就是炫耀 家長說 我兒子認識外科名詞 嘩 他很厲害 做醫生 這是一個好問題 真是為他可憐 真是為他可憐 如果這樣催谷的話 他過得到 都已經治療了 變成白癡 過得某年紀 好像是阿洋 那個心理反應 他看到書 他會嘔吐 明白嗎 他嘔不是抗拒 那麼簡單 他簡直是會有自殺經向 所以那些小朋友 抗拒容老 抗拒讀書 你看看今年的自殺 多厲害 中學生 小學生 大學生 看著小朋友 是不喜歡讀書的 看著的 擺得明白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小朋友 在想 你是要自救的話 你聽不聽那個 吳德甸局長說的一回事 起碼如果你連去 一間正當的書店 都不懂 做父母那些小朋友 你怎樣教下一代 很大問題 你怎樣啟發他 你怎樣令他有興趣 去做學問 去做人 真是 人都瘋了 因為我今次 有講日本 我自己今次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老實說 你叫我去周圍 我也可以的 但是去日本 我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去 我一輩子 都去了三次 三四次 總之不過五次 因為我很怕去那些 語言不通 還要不能搭的士 因為我擋失路 不敢回去 不懂搭 特別貴的日本的士 是的 的士貴得很誇張 一條直路已經是一千日圓 六十幾元 七十幾元 很多人害怕 但今次我覺得 我是壓抑到一個地步 我一定要走出去 那我走出去 即是香港壓抑到一個地步 要向外走 對 向外走 是的 而我很嚮往 為什麼我會選日本呢 其實我這麼大的心理關卡 第一 其實沒什麼人知道 我也沒怎麼說 我是有廣場恐懼症 什麼叫廣場恐懼症 就是 很凶狂 嚇人的 很多人 很多人 即是很多人 很大 譬如你約我 在紐約的central station 我一定會遲到 為什麼呢 我要先確定你到 你到在哪裏 我拍照 我立刻衝過去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在一個很多人的地方 很慘 坐了防油 是的 我試過 我試過 有個朋友約我 在旺角很多年前 約我去旺角地鐵站 接著我去到 你知不知道 我是看不到人的樣子 看不到 很多人在動來 然後我站在那裡 然後我開始飆汗 然後人開始冷 然後我一直發呆 很害怕 很不安 然後我的朋友 就站在那裏 他說你見不到我 他說我看了你很久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你見到我 為什麼你不出聲 我說這些不會叫我 你看到我 然後他就說 我以為你見到我 就是那些 整件事 但是 為什麼我選日本呢 我就是要衝破自己 你說我不是為了 要跟自己鬥氣而去 不是 但是因為你想去一個好的地方 嗯 一個你覺得是 能夠表現到真善美的地方 你明白嗎 去到這次 有沒有失誤我 我沒有 你以為我口腔期跟你再說壽司嗎 我上次說壽司 其實我是想說多些東西 但是當然 可能你說今時今日 在香港那種壓力 是令到你 一聽到一個節目 別人在那裡說食 你已經想瞄他 大哥 但是我不是阿厲害 我不是說這樣吃才好 這樣 鮑魚仔吃兩口 我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那個是說三百元 但是我為什麼要排四個半小時 因為我要作為我自己做飲食 我要知道別人成功在哪裡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多人 是要選他那間 整個足地市場那麼多 那我就要知道他好在哪裡 如果你說我吃一個三四萬日圓 走來港 那我就完要 反而我只是說一個三千日圓 就是因為你要知道他的分別 而日本人他的優勝 就是在於他的仔細 他的具細無微 還有他那種完美主義 很認真 很認真 就是要承受什麼大的代價 所以就叫整個社會都假 但在日本我們看到 不是沒有造假 每一個社會都有 但如果他們被揭發 他們是真的不能回頭 永不可以超生 我記得好像二千年 就有一個業餘的日本考古學家 就被記者拍到的夜晚 偷偷地賣了一些以前文物的東西 進去泥裡 然後就說自己發現了些什麼 後來記者在他自己說自己發現什麼之後 然後就把他們偷拍到的東西供出出來 新大明裂 新大明裂 鞠躬認錯 從此也消聲匿跡 這些就是應該由一個機制 去制裁一些龍虛作假的人 變成龍虛作假的人少 即使有 他們都不能夠國分作惡 日本社會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說機制 就是互相制衡 社會是這樣的 不是機制那麼簡單 你沒有一個白紙黑指引 你那些人要怎麼對他 還有一次 他就不能當你是人 就不簡單 有對夫婦的農場 他隱瞞他們的家禽 有疫情 結果又是被揭發 結果最後怎樣 兩夫婦一起在農場吊頸死 這個我覺得有時候去得太準 他們覺得那種羞恥感 完全無所用於天地之間 社會就是這樣 你不是法律上明文規定 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社會會有反應 法律上不需要制裁很厲害 這不是靠法律那麼簡單 等於你不會有超級富豪 網上經營的 反過來叫你正牌的檢討一下那種 即是硬品也有好的 你檢討一下那種 不是呀,好過正品 硬品好過正品 很自然 有這樣的人 我在日本期間 我看到一則新聞 不知道兩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幾個大陸鄰近地區的遊客 就去到韓國 不知道是不是首爾了 總之是韓國某個地方 就是在一間菜館 吃飯 就起爭執 為什麼呢 因為老婆跟他們說 不可以自帶走水 哦,濟州 濟州 濟州 打死了她 我不知道有沒有死 但是就說不可以自帶走水 就請他們離開 他們離開後不買單 吃了些東西不肯付錢 那就爭執了 好像還叫了一些東西 都已經準備了給他們 他們有些未吃都說走 那些是你叫了 你不吃你也要付錢 有些也吃了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們拿一個袋 裡面是有酒瓶的 就去打仕頭婆的頭 打到她是腦出血 變成植物人 不知道有沒有死 不知道 兒子就爆了眼睛 對,爆了眼睛 這個時候 你聽下去覺得有沒有搞錯 但這群人生回來的 你抓他們去 我就很變態 我也沒有這個自我矛盾 我不會明如陰法和你離套 要不就直接跟我走法交道 會阻拜的 我是一個很變態的人 就是你走法交道很好的 以其人之道 還以其人之身 你打到別人是植物人 你就把揮起手 打到你植物人 然後被人打爆眼球 OK 我覺得你怎樣對人 你怎樣對回你就可以了 OK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北朝鮮還是勸缺的 是 最好 適合鄰近地區 他們這群一定不敢 去朝鮮 金仔那裡搞事 一定不敢 你去中南海搞事 你不用 這個什麼就可以了 天洋門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就是環球交部 我想說的 韓國應該要學習 怎樣令到中國遊客 有賓治如歸的感覺 是 打到別人的植物人 和包眼球 說要令到人 他要反省 怎樣令到別人有賓治如歸的感覺 那種自我膨脹到那個地步 所以剛才我們另外一個節目 那個什麼龍 大紅龍 大紅龍 就是惡 你明白嗎 你說作為中國人 是不是引以為傲 現在 真的在日本 那些人走過來 我馬上跟他們說 第一句就是講日文 唯一會說 然後再說 然後再說 就開始講英文 如果不是 你真的不想被人 拉到過去 有關係 很慘 最近還有一個廣告 大陸一部電影叫 《我的戰爭》 整個廣告 你有沒有看過 真的就是講一大群老人 走到韓國那裏 參加旅行團 在一個旅遊車裡 有個很漂亮 很斯文的韓國小姐 上來 導遊 大家第一次來 那些老人說 我幾十年前 不用簽證 不用證件 就來了 我當年 抗美援招 什麼 真是 這些是丟架 丟到出國外 幸好 中國現在仍然有 李星人仍然有 在大陸那裏 其實是被人批得一民不值 來到香港 更加不用說 真的出醜 拆出國際 拆出國際 你怎麼可以這樣 人家派人去那裏 死人倒樓 你是侵略軍 說清楚 結果補的就是補金家的江山 自己又被姓金的損笨 害了南韓和北韓人 現在還在耀武揚威 所以他們不敢得罪金仔 金仔又犬缺這件事 所以他們說 這班老人一定不敢去金仔那裏 說我們當年來過你們平壤 又吃又拿 喂 我叫爺 打過江山 關你們的鬼事 災燥就勸缺你們了 所以為什麼 文化衍生很多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文化 你不可能會有好書店 是一個指標 是生態裏面的指標 等於說 你在一個乾淨的自然環境裏面 你才會看到青苔 地衣等 所以在生態裏面衍生出來的現象 就是你看到每一個地方 所以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旅遊習慣 大家可能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就明白 因為很多朋友 經常在外國碰到我 在哪裏碰到我 就是在書店碰到我 有兩種地方是一定去的 書店和博物館 是很有系統的 去每一個地方 第一件事要遮蓋的 就是這兩個 我叫指標性的地標 為什麼呢 你想知道那裏的人 是什麼文化 你就去看看他們的書店 你就去看看他們的博物館 那你已經差不多掌握到 然後出街的時候 去過日常的生活 差不多已經掌握了 我呢 就是博物館和街市 都會 街市是另一個很不同的大管理 我也會 但有一個很不同的理由 就是說 如果人生路不熟 又不知道有什麼好吃的 我去跟蹤街坊 哈哈哈哈 吊他們 吊他們 他們去哪裏找食 我跟過去 人生路不熟 語言不通不要緊 我經常吃都是這樣 你發覺經常有一個傻佬 語言不通 自身滑腳 又逛街市 又去吃地標館的那個人 真是我 我的朋友在外國 通常是在很冷門的地方 遇到我 就是在這些地方遇到我 這些才是學問 我是在新宿 我住在新宿那一陣子 但第一、二天就暈了 晚飯都吃不到 我是第三天吃到晚飯 你真的很吵 很累 你很吵 我終於到新宿那天 看到一群傻子 那群傻子是華語的 未必一定是鄰近地區 可能有香港、有新加坡 也不奇怪 那群傻子排在什麼呢 排在一蘭拉麵 真的 不行的 由地庫排到地面 之類的 我就說傻子 然後我就走了 我走了 我就想 拉麵也可以 但我怕不會排在一蘭 所以我找到我出現參觀 去駕駛駛了 一個疑似骨頭的地方 一看進去 裡面全部是收工的架子 坐得太快 好 然後我就進去 沒有英文名牌 因為不會理解你 你就坐下 你認識就不認識就不認識 我就笑著給他看 來到那碗拉麵我告訴你 我一輩子都吃過最好吃 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有 賣單多少錢?賣單一千日圓 我告訴你日本 好東西不一定貴 我都不知道日本貴貴貴 好東西不一定貴,只是傻瓜 我都是窮人救星 你知不知道 你在說不好壞京都 我曾經說貴的,東京 你閒閒地,晚飯可以三百五十日圓 甚至晚飯,早餐都可以 三百五十日圓是多少錢? 一千日圓是七十六元 三分之一 二十幾元 港元 你不要以為是吃垃圾 吃得好 是吉利豬扒飯 炸豬扒飯 香港最少一個飯都四五十日圓 當中一半 起碼一半去到地產 租金 或者便當中有很多格 什麼都有一些 都是三百多日圓 這些生活 起碼我不是去到他們的茶餐廳 其實日本人的地產 是很慳儉的 老實說 經常自己回到大飯盒 就是那些人 其實他們這個文化 衍生出來的話 其實根本不揮霍 有很多市民本身不揮霍 有錢人不是佔那麼多 那些食物是貴 你會感受的 經常吃壞食 他們不是每天吃 但是反過來 平民百姓老百姓 吃什麼家科 其實都是很經濟實惠的 不是垃圾 是兩回事 便宜不等如宅 他還叫你一定要吃光 你不吃光 他覺得他很有問題 他首先懷疑自己是否有問題 如果不是自己有問題 他拿刀劈 所以我非常立志 我覺得我一定要移民去日本 其中一個 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的 不是 我真的好想去日本 因為為什麼呢 有一間 我也說我上一集 我們決戰中環講壽司 其實你只是講一個便當 你只是講那些植物 就是那些植物 葉子那些 一直講 你知不知 你又講以前 他們行選 全部人都爛了 口又爛 腳又爛 因為壞血病 所以後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些植物 日本人為什麼那麼喜歡那些植物 那些植物 那些植物其實是京城那邊 京都那邊的東西 但是整個整個日本都有的 他每個地方都不同樣的 這樣才過癮 對呀 他怎樣在他們做的每一件事 你覺得是紅豆來的 栗子 什麼那麼厲害 但他們真的很尊重 那些植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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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明是哪個地方出產的紅豆 他每一件事 他那些植物多簡單都好 他怎樣顯示他對那樣的尊重呢 他來足珍貴 他很用心包 包得很漂亮 他覺得最好的狀態之下 他呈現給客人 他賺你的錢 裡面有大量的心思和血汗 而不是弄虛造假 我去廁所 不好意思 兩位繼續 雷王太扯了 你照顧一下貓貓 剛才講的話題 你去了解一個地方 好像很細微細眼的地方 就是日常生活 人們過了什麼生活 你從哪裏體驗出來的 還有多些坐巴士 你看到這些市民 有什麼家庭公共工具 行街也最能體驗到這些 所以我實況書店 我實況博物館 街市就跟蹤人 因為要找食物 要吃東西 我其實不是說 我都蠻嘴釣的 問題就是 我嘴釣得來看看 那些人平時吃什麼 所以生活細節裡面 整個文化 展影都很齊全 你如果看這個書店 如果有越多小書店 越多特色那些 他的文化就多了 香港有一件事 近幾年很可憐 他都是那三大集團 三大書店 他都是一式一樣 首先不要說他對香港的文化沒有貢獻 都是一樣的 大有大做 第一他都篩選過 第二最嚴重的 他壟斷了銷售渠道 你那些細書店 或者地攤已經沒有了銷售渠道的時候 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作者 即使他自知出版了一本書 可能那個成本不是很高 他去哪裡賣呢 你可能去一些細書店 那個老闆 和你朋友的 或者願意提拔新人的 可能放在 寄賣 但都需要一個空間 雷王的觀察就是 如果你連空間都沒有 你就沒有其他話說 現在的銷售渠道 都被大集團一籠斷了 你將所有的公共空間私有化 我經常說商場管理局 所謂商場主義的 是會令他們的文化很窒息 為何香港的傢伙 逼到無路可逃 好像雷王一樣 要去外國才叫 吐到一口氣 就不是一個 physical壓迫 不是物質層面的東西 而是物質層面 卻以衍生第二樣的東西 他控制了物質層面的東西 就是空間 當他控制了空間之後 他就將你裡面的文化內容逼走 這樣才會取命 這個才是篩選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會有窒息感 你就會出去吐氣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大件事 當他壟斷銷售渠道 即是香港的大型書店 壟斷銷售渠道之後 慢慢慢慢 他做一些政治篩選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很多種都可以 不是政治 所以奇怪的是 港豬真的很神奇 如果像女王那樣 第一 你是感覺到有缺氧 我說你厲害了 當然他們不是 在香港樂此不疲 就算你在香港樂此不疲 我說你已經被毒物同化了 於是你呼吸不到正常的空氣 我給你機會 真的和女王一起排隊 去到日本 我給你一個環境 我給你一個機會 而居然你是沒有改變的 你會不會分辨好與壞 真與假與錯 對與錯 對著博物館 你又說去看古董 去到日本 別人去看文化 你就去購物 你完全出去都是吊架 即是你去東京買的 和香港買的 是沒有分別的 他會和你計較便宜 他會和你計較便宜 唯一是這件事 當然沒有 還有上次我們決戰 我也有罵過 即是你女法局主席 和你整個香港 是否蠢得不堪 即是我們語音未落 是一盆生意 不止 我覺得是殺雞取卵的 一盆生意 即是你會不會倒轉到自己 第二天是沒有退路的 沒有路可走的 你不會的 你也要確保有持續性 香港人說就說得厲害 你說我們呢 老董年代 喂 發展中藥港 發展什麼說什麼說 什麼三十年規劃 那幾個東西 很好聽 很厲害 很厲害 很開心 遇到明君 其實就是走數走到瘋 你又是維持 他們是港豬才說他是明君 我給你多些商場 大家當然是歡喜 有人覺得他好 真的好 很多人都覺得他好 喂 如果 你那個中藥港 你真的做到的 當然是好 因為 中藥港變成了生草藥港 可以說就說 現在是 但是 這件事如果你真的做到 是一件好事 真的 你可以向全世界輸出你的軟疾力 你是有西醫座症的中醫 因為你可以分析到他的成績 是嗎 你可以臨床做到 研究出到 研究出到 是很好的 為何又不發展這件事呢 為何我們 香港到現在 就是 所有東西都要是一式一樣 跟著 我們要是這麼沒有 這個 呼吸的 沒有空間 空間 又是說那些空間 所以 到底 如果我們 要一個 文化空間 才算 最慘的是 消費者 其實是沒有權去選擇 所以 很多人 很天真地 尤其是左膠 以為 通過自己個人的實力 個人的力量 改變文化 改變消費文化 你想想 成效有多大 我看到那些左膠 他們的消費 就不是他們提倡那種 不要搞資本主義消費 但他們的iPhone一定是最新的 頭髮要染到有這麼紅 他們那種一路批資本主義 但他們那種資本主義消費 那你如何耗著別人去順利那一套 就算有 你說他講一套做一套也好 他真的知道自己說什麼都成問題 這次叫我去支持那個 復古碼頭工人 那次就說 我們一起去尖沙咀酒吧喝杯酒 不如去談談 如何支援這些基層工人 兩個很不同的層面 我不會說 你看這次新界的談話 你說諸葵還是左膠 沒理由你怎麼說 那是一回事 姚從而不是 他是專業人士 也就是說 你的能力決定了很多事情 就算在法國那邊 我也看到很多 搞革命那些人 最左了 法國就從歐洲 問題是他們阻止他們的文化是什麼 他們真的會和你探著一杯酒 和你講革命 我不覺得那些很虛 兩件事 所以變成就是 別人本身是用他的專業 去做一些事情出來 你理得他自己是不是 繼續在風花雪月 反而不重要 還要用什麼 如果是某些制度上的問題 某些現有社會存在系統性的問題 你真是天真以為自己 我不消費某些東西 可以影響到 即是你做一個號召 你做一個宣傳 最後就是得到光環 你拿不到很多東西 所以變成新界那邊 你真的看到的 十幾二十年 甚至好像說三十年 你什麼都沒有改變過 直至到朱凱迪雷從鹽出來 兩東西踢爆你天下大亂 為什麼 他沒有做過任何宣傳 鑿冰光環的事情 朱凱迪我都不覺得 是做光環 真的是做實事 他做了研究 有數據 有資料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有殺傷力 你才有改變 環境能力 所以最傷的就是 左膠固自然 自己的光環 在吹水 根本不是做實事 而真真正正 你可以動員到 那群港豬 這樣才是過癮 但港豬 自己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你想想 現在新上任 那位美國駐港大使 名字我還未說得出 我還在想他下千幅 好懷念 很懷念 永遠都是過去美好的 他不是說 香港是中國不可劃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交辭令 是這麼說的 沒有所謂 你想想想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其中一位 認識的左膠 他不是說 香港應該可以 歸入美國 再去其中一個省 記不記得 是嗎 這些就是 你有沒有做功課 呼應的 你想歸入美國 甚至你想入歐盟 你行不行 你去大聲疾呼 拿盡光環 然後去為基層市民爭取 行 沒問題 你做了多少功課 你說的話 是不是陣陣有詞 還是大大聲聲 唱K 所以熱狗吵的事情 大部份都是廢 但有一句是對的 就是 你們除了唱歌唱K 然後又和平散去 然後又拿到光環 之後又怎樣 之後又怎樣 再來 再找其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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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其他相同的軌跡 再不是連累莊香 哈哈哈哈 很過癮一下 有很多 所謂社運人士 但你反過來問他 實在他對書店有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他們會說了多少 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有一間書店 這個聚研書室 聚研書室 其實他沒有說自己是社運 但其實他正在推動一種社會運動 我想大家都去過 我也參加過他的一些書 的新書發佈會 裡面真的有一種文化氣氛 討論的氣氛 而裡面的書 是以思想性為主 門面又不是裝修得很漂亮 很可憐的 旺角樓上 對,旺角樓上 但你進去後 你會感覺到他的氣氛 是真的給予一些你想要的東西 跟巨型的書 在一個書店、一個書的商場 是完全兩回事 不是消費主義那種 純粹是你想懂東西 你就去 其實你每一種不同的喜好 的書 其實都應該有其代表的書店 我認為 是呀 即是譬如說 宗教 文化 其他 譬如喜歡政治書 政治 哲學、宗教等等 社會運動的書 你可以去聚研 這就是個性 是呀 譬如像我這樣 我喜歡看 或者我需要工作關係 需要看很多烹禁書 食譜的 是不是應該也有一間 可以 就是 獨立運作 可以 好好生意 一間專賣飲食書的書店 或者是旅遊書的書店 你明白嗎 其實 為什麼這個空間做不到這件事呢 這麼多樓上舖 這麼多寫字樓 不是要地舖的 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叫朝聖地 它是一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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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為了你而去的 正如有一個素食超市 都是開在公廈裡面 你猜它會不會沒有生意 它不會 因為香港始終有人吃債 那些素食原料 就是去那裏買的 那些你真的不會和人捱貴租 因為 再次 是一間餐廳 是人們要來找你的 現在殺到埋身 你那些家方活化工廈 那些素食 就趕著這個空間 一聲說你不符使用條件 你已經可以了 現在不是一直在移動 類似Hidden Gender 那些被人打瓶 它就是要移動你這些 本來他們在油麻底這些工廈 已經生安無事 已經活化了 民間幫你活化了 它要將那些工廈 令到市場的銷售價格提升 這樣叫做活化 他們心目中活化就是價格 以及流轉 就是多些人來搞買賣 又是那句 就是不抵得你的公共空間 就是不抵得你 立入商場管理範圍 用商場意識去管理 所以現在這些Hidden Agenda 就趕著你 那些活動空間就收縮 很可惜的 我去過那裡幾次 這麼豪望神父 還有很多不同年輕人打樂隊 平程而論 其實你問我 有很多東西我都不喜歡 例如我喜歡古典音樂 我不喜歡另類音樂 你可以這樣說 我喜歡吃某些東西 起碼我不一定只吃柴才算 無所謂的 個人喜好是一回事 多元 不可能將我的個人喜好 強加於別人身上 你自由 不是我自由 而是一個很自然的生態 你想想 其實很短視 和自尋短見 你以為將那些趕絕了 就會對你有利嗎 傻的 這個世界應該是自己的平衡 應該是 等如當年毛澤東 趕絕了麻雀一樣 你看到這件事嗎 徐四海 趕絕了麻雀 那些蟲 就回來趕絕了你 不簡單 你沒有腦 所以其實就是 如果大家各識其識 他有自己的活動空間 起碼反過來 你不會逼他們 反對你的存在 所以不是說 左膠那一套大愛的概念 而是說我很理性 就算說我冷血 就算你不喜歡的才算 即是那些公廈裏面 古靈精怪 例如麻雀 例如麻雀 但我不會主動要去趕絕你 沒有意思的 這件事 因為它是自然的狀態 世界是自然的 你了解 你就要自己適應 你不喜歡 就閃開不走 等於我就算走巴黎 我不是所有的書店 我都喜歡 有些我不喜歡 就不去 那就自己選擇 那你自己有選擇 空間大了 你的選擇是多了 即使有些你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有什麼好處 就吸引了你不喜歡的人 就去了另一邊 你喜歡去的地方 就少了那些人 所以變成了 其實那個概念 就是你復歸自然 如果你真的懂得管理一個社會 不是用自由的概念 不是用左膠的概念 不是用大愛的概念 而是用科學小小的概念 它本身是有自然平衡分佈的 為什麼你不容許它 有一個自然狀態出現呢 要很人為地干預它 而終於人為的干預 自然就會反撲 所以聖人不是說 自大國如攀小鮮嗎 你就是由它自己在拔 你見過就知道什麼事 你不要不斷繞它 你說那些叫做左膠 還有一些右膠 就經常講自由經濟 但是為什麼他們經常覺得 這些就叫做自由經濟呢 越多管理越好 那些就是管理主義 不是自由經濟 他們說這些叫做自由經濟 那就是按什麼名字 根本就是文化水平不高 然後就搬那些什麼 阿當史密斯的名字出來 又彈 隨便彈的名字 他們不是真的讀過 那些所謂自由主義 自由定價主義 搞清楚 所以我們公道些 罵完左膠 也罵回一些又假的又假 其實這些所謂偽君子 全世界都有的 搬著這個大道理 對他來說也是光環 我就是自由主義 這個光環多好 那他就打你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你這個年代是獅子生下精神病 你還在搬那樣東西出來 那就是很無聊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很大 好像女王 出去休息一下 真的有機會讓你休息一下 世界還存在 那女王在加拿大 看得很棒的書店 其實在日本的書店 文化都很棒的 一樣 你看到Page 1 其實那個風格 是日本人過來的 所以你就算成品 也是猜到日本的 所以他自己有空間 Page 1不是新加坡嗎 是啊 問題是他的風格 其實好的書店 很多書店都很合理的 問題是他好像女王說 他偏重某些主題 例如Page 1 就會多一些設計書 那類東西的 大本套冊 是啊 他偏重視那些東西 但他也有賣眼鏡 也有賣一本書 過癮 成品 也有文化的東西 也有咖啡店 在裡面 所以變成就是說 即使是你那個內容 或者質量不同 他容許你存在的空間 都很像樣的 很過癮 因為我和成品的經驗 他問什麼家科 即是那邊那些人 讀書問快如何 他真的不會騷擾你的 就算自己打書店 最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次 每次三家人他們成品 台灣 20小時 台北 20小時 多數人打完書店 肚餓在喝杯咖啡 吃一塊餅 大明星坐在那裡 他自己完全沒有價錢 平時的歌迷都瘋了 在那個環境下 那些歌迷是不會騷擾他的 因為大家正在看書 生存狀態 這樣平衡出來 人家的文化環境 是過了這樣的生活 不一定是內化 變成一個成品空間 不是這個概念 反過來 其實他是開放了自己的 所謂私人空間 變成公共空間 你在一個正常的公共空間 你的人就會有正常的行為 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 你的社會裡面 有多少人 是意識到這件事 肯大家共同創造的公民空間出來 令你過了正常的人類的生活 我不是說什麼大惡左膠 不是光環 我覺得這件事很科學 很理性 在自然狀態下 大家會不會和平一點呢 所以就是 值得大家香港這邊想想 其實你說空間有限 也不會沒有 工廈就算怎樣活化 也還有空間 就算你旬角那些旺區 那些租金 國樓也未必便宜 他也未運到一間書店 他也在撐住 他還有一定的讀者撐住 他的空間已經很慘了 例如你平時去他的廣座 露台那裡 有桌子有椅子 其實平時不放那麼多東西 那些書都塞進去 沒有那麼多 書櫃只有兩張桌子 其實又要摺起來 拉開 分了幾層活動空間 那些書都放上天花板 其實他的壓迫感都很大 沒有辦法 你只能夠用這個空間去做 但他仍然在有限的空間 做到最多的事情 所以其實 打這些空間什麼 都是要有一點點老的 我覺得 有老一回事 有事 我經常提醒 提醒 中大的經驗 還是很心痛的 什麼呢 那些左膠尤其是 中大最多最左的 左膠害人而不自知 最可怕 他好心做壞事到什麼程度 我那次參加過程序 就是師弟師妹創業的 沒有問題 有很多資料到 那些死小子 居然有人說了一條絕世好章 就是他要搞二手書店 我立刻想到P.E.K 聽起來很棒 左膠一定贊成 問題是做生意 一講理性 我就立刻提醒 他做的所謂Project Appraisal 居然當功課這樣做 你不是一盤生意 那個評價 他們只是給正面評價 我立刻提醒 那些死粉腸 教書那些小子 你做所謂Social Impact Analysis 社會影響 你有沒有想過 負面影響到什麼 居然原來沒有 於是乎 就不幸言中了 那間二手書店 一開張 立刻附近那些二手書店 快來抹擦你 他們自己 好像楊華所說 已經捱得很辛苦 難得有空間 做到這件事 活化了那些二手書的流通 你用大學的名義 你賣光了廣告 帶光環出街 就是兩種很大的影響 第一 你立了一些書的來源 你明白嗎 我在哪裏找這麼多二手書 還有好的二手書 第二 而你影響了人的市場生態平衡 你是不公平競爭的 那些書店老闆 就群起而抹擦你 而最傷的是什麼 當你用這些公家行為 左交行為 趕絕了你最討厭的 所謂自由經濟那些小商人之後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續營運下去 人家可以捱到幾十年 你那些年輕人三分鐘熱度 交完功課 接軌賣 結果 那一區的二手書市場 是不見 那些書店老闆 你弄死了人 然後自己又走 他帶了光環 他拿了功課 他有了手掌 拍了手掌 所以這件事 如果你純粹想好心的話 麻煩你 光顧我這些魔鬼顧問 給你一些負面意見 到底你對真真正正的公民社會的生態 是不是有負面影響 你不想清楚這件事很嚴重 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都不敢隨便給別人 怎麼搞這件事 一見過罪言的經營多麼辛苦 我想過就知道什麼事 你只想想 如果我自己推動了所謂社會企業 反過來遊行 那條路線 但如果我搞眾籌 然後在附近找個漂亮的商場 推出來 罪言死定了 華理斯 你明白嗎 你就會想多一件事 與其是這樣 我幫幫序言 或者其他那些 現有的經營者 行不行呢 為什麼不想這件事 而是另起勞躁 假如你認為很正的事 即使你經營一間書店 或者我們認為良心企業才算 有很多時候 那些左膠 忽略了對你現實經營者的負面影響 而沒有想過你真的走進群眾裏面 去連結他們 來反過來 bottom up 他們告訴你 想怎樣經營 也就是說 你自己是高級自己分子 你不聽那些犯夫走卒的說話 然後自己弄出來攬炒 因為為什麼呢 你去做這個連結的工作 你是在一個back end 你在一個back end 你不是那個實際的營運者 你不在前線 你不在前線 那你就沒有光環 你不明白嗎 你沒有光環 在最後我也說 左膠是motivated by光環 and光環 alone 光環比利益更大 對他們來說 這個光環是殺人的 這個光環不能夠騙照全宇宙 只是照到他自己 而其他人就暗然窒息 一定有人的損傷 他懂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你可以怎樣做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就是由細微細小的地方入手 所以這個話題 這次我們講書店 但書店顯露出什麼家科呢 其實是你的社會生態的縮影 他能不能夠在這個環境裡生存到 甚至是豐盛地生長到 你這些傢伙 反映了管治自己的社會 管得有多好 而且書店是一個前線的銷售渠道 如果你有一個小型書店 生存空間一大 多元的話 甚至民間更多小型的出版社 生存空間一樣大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很重要 所以不是不鼓勵別人去搞書店 而反過來 你真的要有一個很科學理性的理解 到底這個行業和營運者的生存 狀態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不是的話 只是亂搞 所以現在連一些小型的出版社 它銷售渠道沒有了 它都沒有辦法生存 你更多年輕一代 直直無名的作家 他們出版的機會又是更加小 所以我自己做出版社 我很可憐聽過一句說 你和人有仇 你就鼓勵他去搞出版社 這件事我真的親眼見過 有一個人都很多年前 那時候樓價相對來說 都沒有現在那麼高 他都在灣仔有層樓 如果樓到現在都已經可以化過豬頭 他那時候傻傻地走去賣了一層樓 賣了一層樓 去弄一間出版社 他覺得這些是一些文人交 覺得自己懂得寫東西 文不好就可以做到好書 可以賣到錢 他需要一個財務顧問 他需要收公子 對不起 有些文人 我經常都覺得 是真心交 你可以有文人的學識 但千萬不要有文人的性格 不要有中國文人的性格 你又看不起商業營運 又要搞事 你不可能單打獨鬥 你怎麼浪漫一回事 而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要對比台灣和日本很不同 不加科 人家的社會有一種社會共識 他會支持你 你怎麼錯也好 你怎麼交也好 也不用死 你的個人風格 就能夠發揮 但不要想香港可以做得到 因為香港這個大環境 相對來說是惡意的 亦即是說 如果大熊龍不咬你一回事 就是小熊龍 亦即是說 你作為一個文人也好 文化人也好 你有真心也好 怎樣也好 你想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你不要天真想著 以為自己個人一等就你厲害了 有些魔鬼的朋友 你不可或缺 因為他會幫你在後面 不拿光環來幫你解決了很多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能夠有正面效果出現 現在最傷的是什麼 你看到書店的色微 那個弱化 同樣顯示得到 就是你自明精英那幫友製 其實的水平都在弱化 明白嗎 你沒有養份的來源 有什麼可能你會有養份 這件事 所以你書店借了 我不覺得那幫友製的路會不借 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還要搞一些大動作回來 很危險 我剛才說的事情 我一直在說一邊想 沒有理由不行 真的 舉例 我說那種專業的書店 難的 不是不行的 是難的 即是某種專科的書店 譬如舉例 我知道術數的書 是有的 通勝堂 以前在灣仔也有 在樓上 在旺角是一間通勝堂 很出名的 就是專賣術數書 羅勾 這個 那個叫做 老班赤 不是等等 即是看風水用的東西 算命用的東西 貴殼 銅錢 那些 相關衍生的工具 都很多 ok的 譬如煮東西這樣算 如果一間商店 專門是買烹飪書 食譜 有很多東西可以賣 煲煲餐餐 電池爐 涼杯 是嗎 有很多顯身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 即是 有很多東西可以賣的 如果旅遊書 或專門店 你可以賣 Adapter 絕對可以的 唱外幣也可以 絕對可以的 不過外國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你想想 你牽引出來的空間 要求又高 明白嗎 你哪有業主 肯給你這樣的空間 越來越小 現在很多人 切得越來越小 租不起商鋪 很多年前已經開始出現 劏格 每一個商鋪都劏開很多格 每一個月就租回 不知多少錢 給那些人寄賣 他自己做的手工品 到這樣的地步 這個概念是對的 不容易 空間就壟斷了 某些很困難的人手上 大熊龍要小熊龍 小龍蝦 沉租最厲害的 小龍蝦 全部是尋租遊戲 所以你會發現 呂王講的概念 難為何加科 ViuTV有一個很實況的電視劇 出了 叫三一如三 宣傳了 不好意思 三一如三的概念是怎樣來的 就是說 那些店舖的經營者 根本沒有辦法獨自租到一個店舖 他們不是說劏舖 他們用時間來分時間共產 早五萬三班 即是可以交得起這間店舖去租 有有有 將他的生活割裂成什麼樣 好像你看過處境實況 電視劇很有感受 背後緊張的情勢是什麼 你連空間都沒有 我香港見過 西灣河 是太陽河 是太陽河 有兩單不同的 有些舊式商場 有的 早餐是另一檔的 午餐是不知其他食物 午餐的 晚餐的 通宵 做串燒 被人做宵夜 一個套位 三檔 那些商對來說 還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客奴不同 賣的內容不同 只是用爐頭 商就商的 什麼家科 如果像呂王說的 你是真的有一個 原整的 營運的概念 你是拖不開 那怎麼辦 這就很可憐 所以說 你的空間管理 和社會 是否可以合理的營運 是絕對相關的 但是沒有人用一個很理性的方法 或者很科惡的方法 只是很貪婪的方法 單面來計算錢 所謂自由賺錢 大家都有看到 陳志雲 用了350萬 買了一個車位 很多 然後那個大廈 最貴的車位 達到398萬 一個車位 那一輛車位 已經等於一輛法拉里的價錢 然後再拍多一輛車 你真的 說很多 五百萬 就放一輛車 養他 整件事很瘋 只不過是噴油 說那個格 就已經幾百萬 你尋遭到什麼 多瘋 多恐怖的地步 所以就是說 你是很不健康的生態環境 應該這樣說 很過癮的 就算你日本 其實都有很貴的東西 日本都有很貴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那個多元化 容許你不同的人 去佔據不同的空間 大佬 就是說別人不會趕絕這件事 東京地皮會不貴 不可能 你預料了 但是 東京也有些後巷 給你搞 即是宵夜店 深宵食堂 灣仔以前有些很貴的食肆 都還可以給水餃皇后 去推車仔 去灣仔碼頭 車仔都不讓你推大件事 現在就糟糕了 搞美食車 神經病 不要提 我想罵他 這個東京 最貴的地皮 就在銀座 銀座 你猜一下那個舖是什麼 樓上舖 公共發展正常 不是 最貴的地舖 地王 東京地王 是什麼舖 租最貴嗎 已經不是業主賣斷那隻 不是 我記得不是 原來沒有雞串小店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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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你見到什麼時候 可以經過看到 還有大大間 東李琴行 放在這裏 不止 他的樂器店 是賣什麼樂器 我沒有去行 我沒有去行 但是 很誇張 別人做到 別人 像你所說是多貴的 你要吃四萬日圓的食物 但是四百日圓 這些才是真自由 你真的有選擇的自由 我們現在選擇雙場 雙場加雙場 珠寶 珠寶加珠寶 藥房加藥房 真的 你不能呼吸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 敷著媽媽吃藥丸 帶著金氣 就可以很開心過一輩子 豬全部都是豬 那首歌 由雞變到豬 雞全部都是雞 豬全部都是豬 真是要命 休息一下 我要回去巴黎看看書店 我又要再飛一下 我受不了 好 我們再見 拜拜 再見